好 我想最後的結論還是交給李大師 李大師 這些個大學生真的是生活白痴 生命上也算是個白痴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家裡沒有熱水 打110報警就是很正常的 而且未來可能會發生更多的事情 包括什麼呢 包括如果大學生失戀了 怎麼辦呢 可能會打165反駕騙專線 因為他覺得他被女朋友給騙了 如果說這個大學生 他家裡面好像貼水 停水他可能會打什麼 他可能會打19 請他們消防隊送水來給他們 那如果這些人大學生呢 他工作不順利 他跟家人相處不順 他會打什麼 他可能會打1995 就是生命線的這個專線 他會希望人家來救救他 但最重要的呢 有些大學生他想要找國小的同學 他想要找這個初戀的男朋友女朋友的話 他可能會找104查號台 幫他們查出這些人的電話號碼 所以這些大學生 他們已經沒有本身的 生活跟行為的能力了 如果再到這樣的教育程度 這樣的教育機率效率 肯定會越來越早 謝謝大家 請問 台灣人壞喔 把我騙來這裡 不給錢就算了 而且這節目更壞 還不給表演 我一開始就請問 你去電話號碼 只有習慣的 慢慢的